哈喽 大家好 我是好逸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谷哥 最近我关注一个事情 是一家公司他去收获别的公司 可是到最后不成功 他也没有说出什么样的争取 也好像不痛不痒 那不是白忙一场吗 兄弟 你只是看到了一个表象而已 实际上他们是赚得盆满钵满的 哦 怎么说呢 那今天我们就要跟你讲一讲 大佬是怎么搞钱的 机构搞钱的方式有两个 一个叫讲故事 一个叫演戏 还有政治的吗 对啊 那两个有什么区别 讲故事就是说通过讲一个故事 然后把这个股价炒起来 对 你知道吗 我有 要需要你的解释 好 比如说我们你讲一讲 2020年手套股的故事 那个时候疫情爆发之后 手套股风盛水起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风口 很多其他商务公司也想过来分一杯羹 你会看到很多股票说 很多公司说 我要来转产手套 我要来做手套 比如说当时那个有一个叫后花真亭 他说了这个事情以后 他的股价直接涨了13倍 还有一个马兴 这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吧 对 他也说要转产手套 但是到现在你看一下 有几家生产手套的 可是他不是房地产公司吗 对啊 因为当时那个手套很热啊 他也想分一杯羹啊 实际上就是讲一个故事 我要做手套了 我已经买地了 生产线做好了 但是呢 他实际上就是在讲故事嘛 完了之后 他股价就别人听到以后 那个时候一沾手套就鸡犬升天了 他的股价也涨了三五倍 所以说这是机构搞钱的一种方式 就是他就讲故事罢了 完了之后后边大家一听 哎呀 跟那个手套有关系是吧 还没起赶紧买 结果把股价推上来了 他们就赚了钱去庆祝去了 可是到底有股民不会追究啊 你已经说了要做这个 结果没有做到 有一家还真做了 就是Marsing 他确实搞了生产线 结果半只手套都没有生产出来 手套就已经 就供大一求了了 这个也够分了 什么都买了 结果有什么都没有 还有一个0072 那个家也说要做手套 到现在为止 那个时候他说 带什么医保那地方买的地了 马上要建厂房建生产线了 结果现在也不了了之了 然后马下的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 没有人追究这个事情 不了了之了 反正钱也赚到了 然后股民他全套死在里边了 那刚刚我 刚刚谷歌你有讲到一个 一个是演戏吗 一个是郑重 那演戏那个是怎么样的 演戏呢 就是说他在 他比故事要更真实一点 就真的他在干那些事情 人家说 比如说要收购一些公司啊 是吧 他真的是有这个谈判呀 收购这个过程 真的让你看到 但是到最后 哎 你看到最后发现 哇 就是来做戏哦 比如说 最近这个莫士德 然后那天我看到他说 哎 收购失败 然后看那个新闻之后呢 原因写了一个 模棱两可的一个事情 没有交代清楚 最后发现 哎呦 他们是在演戏 他其实整个过程 倒就演戏一次 你有听过狼来的故事吗 有 但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是吧 其实他之前就一直在说 要私有话 私有话 喊了好几次 都不了了之了 那这一次呢 也是刚开始 他要玩这个故事吗 再讲故事 大家已经不信了 所以这次他真的演给你看 真的是有收购的这个事情 而且到了最后 就已经说好 怎么去支付 他的收购的费用啊 把他说好了 甚至开始要交接了 到最后 哎 也失败了 从这个过程当中 刚开始就是做一个宣传 对吧 哎 如果说你不为所动的话 股价随之拉起来 他们进行拉升 拉升过程当中呢 让股民看到 哎 然后后边呢 他有这个政府机构的背书 政府也有意要收购他 后边又有很多群众演员 又表示说很多公司对他都有兴趣 但是最后怎么就落到了KLK的手里边 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KLK宣布收购他完了以后呢 要到交接阶段的时候 最终就终止了 到最后发现 他给了一个莫稀有的理由 没有交代什么清楚 因为这么什么磨了两可的 这么一个理由 说终结了 钱人家赚到了 赚到完就去庆祝去了 然后剩下就是散户在那哭就可以了 可是怎么说呢 因为要牵扯到政府 政府就去救他 没有啊 我确实做了 因为什么原因 失败了呀 不允许啊 或者说那个遇到阻力了呀 这样就可以 对啊 因为蒙利是不累吗 可是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白做 没有白做啊 你看股价从两毛多 涨到一块多 那不就赚钱了吗 实际上他的股价 从低点到高位 涨了三倍多 大概多久啊 这四十年 不到半年吧 半年 不到半年 八分之都没这么厉害 对啊 反正股票已经炒起来了嘛 这就叫炒股票 机构是这么搞钱的 最后告诉你 一二百人有故事 一二百人演戏 政府不会拘救他 政府拘救他不会啊 因为利益群体 包括政府吧 包括报纸吧 然后上市公司嘛 然后各个利益群体 都已经做好了 分钱已经分到手了 就没有问题了 那散户怎么办 散户呢 那就剩下就是 啊那个 自求多福了 就被割韭菜了呗 对 这个故事呢 还可以后边还接着编 或者接着演 前面边还有很多公司 对他有兴趣吗 还可以再编一个序 接着炒一下 可是我们不是说 常常说什么 他基本的技术 这个分析不了 任由他们玩 但是实际上 如果说你真的是 看图形的话 还可以赚在这边钱 因为他拉伤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跟着你去 是可以的 但是在他们走的时候 你没走出来 后边跌下去 就给你 你就赚不了钱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去辨解 他是演戏了 还是政治 有在做的 刚开始可能大多数 感觉他都跟真的 特别真实 对吧 会有政府推出啊 然后有那个 登报纸啊 感觉特别真实 后边他失败之后 一般如果真的是 收购的话 他肯定跟你说清楚 哦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所以收购失败了 他那个交代就特别仓促 特别模糊 就没说什么原因 给了一个莫虚有的理由 所以就看到 他是在演戏 怎么说莫 莫虚有的 就是随便一个 对方他没有给你交代啊 没有交代 交代一下 就是登个报纸 说了一个莫虚有的 或者说了一个莫娜良可的理由 哎 结果就不了了之了 他的利益群体已经分到钱 人家已经庆出去了 是吧 实际上机构在玩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打分各种关系啊 挣钱交易所呀 报纸呀 大股东啊 然后各个利益群体都已经安排好了 都是有利益分的 你会说什么吗 是吧 那我们怎么避免 像是我们傻伯 我们傻也不知道是吧 可是我们被收割一定是亏钱的 那我们要怎么去避免 跟什么事情发生 那一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 他要来了 然后就避免被收割 第一个你要知道 股市里边那个涨跌呢 它一方面是自然的因素 比如说他的业绩好啊 还有这个业务上增长啊 是吧 这是自然的因素 还有一种因素叫人为的因素 就是所谓的炒作 炒股票 炒股票炒的什么呀 实际上就是故事啊 跟着演戏是吧 实际上故事的那个也是故事 结果他给你演呆了 是吧 然后你要懂一点 股销的基本图形知识啊 懂一点那个 庄家炒作的这个手法呀 是吧 你就能够避免 如果你只是听消息啊 或者说你就是纯看那个基本面 你被你就是相当于看到 只看到表象 没有看到真相 可是像是把这些股市也是看的 比如说我们产品去投资 我们把一五十年撞上来 美国股市人家那上市公司 真的是把那个业绩做好了 然后回馈工作 但是这马来西亚 亚洲的一些股票市场 实际上都已经变成 投机牟利的一个工具了 它就已经失去了 上市公司那个价值了 它就变成一个炒作品 就是拿炒作这个上市公司 把上市公司包装好的 相当于产品要炒起来 价格高了之后卖出去 然后低了之后 再编故事再炒 这样子 对啊 感觉我以前受的这些 进盟知识的教育 好像一点跟现在 打不上 很正常 如果说你是个初学者 那你就相当于说 你看到世界就是美好的 但实际上世界是有美好的 也有不美好的 我们需要全面去看待股市 股市有它自然 它有它美好的一面 也有它黑暗的一面 有它的显规则 有它的潜规则 我今天跟你讲的更多的是潜规则 像如果是显规则的话 是 显规则 比如刚才我们说 那个业绩好了 商业公司的经济 商业公司的业务好了 它股价会起 这叫显性规则 或者说你们经常听 那什么PE 现金流 这些都属于显性规则 但是实际上真正股效 在东南亚 在这个麻股里边 你真的想赚钱的话 你更多的需要搞清 那个潜规则 炒股是怎么回事 我这还要学很多东西 通过跟谷歌聊了这么几分钟 我就学到外面学到的指示 尤其是那些机构 不愿意说出来的东西 天天只是看什么财报啊 看什么新闻啊 结果上面是这么说 那是按地理操作 就另外一回事 所以搞到我们全部 其实都中了线 不知道你们看了这期节目 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评论在下面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跟分享给大家 可以看一下咯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我问你是大概怎么看见事情 然后最后通过啊 有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意思啊 比方说我忘了按了啊 啊啊啊啊啊 还能说我们 就得了 它是 这下证